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长官 全台湾三百多个乡镇 两百多个渔港 同样的海 没有同样的蜜 每一种蜜 都没有同样的结析 今天表来到金黄 就是要找一种四亿年的花花石 什么 四亿年的花花石 被盗一吹 现在就来找看看 一阵 向左转 向前走 一 二 一 你拉什么鸟啊 在吃啊 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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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快点啊 鱼被它吃光了 我们随便丢 你看它钻进去了 钻进去了 好轻动喔 就像一块玉 所以透光 扎实欸 一定很好吃 两只鸟 一双眼 探索海洋新感动 发现云乐新世界 鱼类新世界的跳岛特别气化 今天带大家来到了古湖的金门咯 金门位于大陆福建东南的厦门湾口 与台湾距离约270公里 分别为金门本岛 猎雨 大胆 二胆等15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这里特殊的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 让你有种时光交错的特别感触喔 嘿 飞机秀一下就过去了 不到一个小时呢 我们现在就到了金门了 说到这个金门呢 过去呢 胜负着重大了这一个军事要地的责任喔 但是现在整个金门呢 封条已顺 国泰民安啊 却留下了最严实最迷人的风景喔 今天来到金门不是要喝高粮 也不是要吃共同喔 是要来寻找四亿年的花花石 四亿年耶 盘古都没开天壁 女魔娘娘都还没诞生喔 我这是一个很深深的任务 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向左转 哈士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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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没错 金门这个地方自从开放观光以来啊 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前往 每年夏天更是度假的好时机喔 来到金门除了可以享受古朴的人文风情 重要的是 这里还有许多有趣的海洋体验喔 金门呢有许多传统的聚落 就像我身边这些建筑 哎呦 充满了怀旧古朴的气息啊 买一间也不错 也不过 我今天来是找四亿年的花花石耶 四亿年耶 你到底是要在哪里找呢 前面应该有人吧 询问看喔 您知道金门这哪里可以找一种四亿年的花花石嗎 不知道耶 蛤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晓得耶 不晓得喔 1941年喔 我48年才出生的 你48年喔 我85年耶 噢 附近人来那么多啦 还有渔民耶 询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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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大哥 你给你询问一下啊 你知道金门这里 哪里有可以找到四亿年的花花石啊 我知道 你知道喔 我知道 夏哥 现在你们要去哪裡 我们要去抓 要去抓了 好 抓 抓什么呢 会不会去抓四亿年的花花石啊 有 跟过去 来来 来来来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耶 看看这个大阵仗 还出动了船法 搞得整个气氛都好紧张喔 你现在干嘛 要去牵骨 牵骨喔 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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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从牵走到牵袱 牵走到牵窗 牵摸 牵米 once to牵樹 要支撒到牵 ambassadors 你还要坐kelijk 你来金门找出人多一个 我们在这个村庄几十年来都是 想要就是靠这个地方 在过去渔村的生活较为困苦 勘沟作业的设备因为比较简单 可以数十户共同投资 一次解决了船网两难的问题 因此勘沟也成为金门过去 在严禁海常见的渔宝 那床开得好远 而且已经开始在放那个网了 听他大哥说要放这样烙鱼圈 等一下才一起把它拉上来 今天的渔画不懂怎么样 等一下一定要好好地加油 刚才从那边出去 现在从这边回来 待会大家做那个渔望 你看那人听得真多 做老烈 做老烈 那边有人在拉 这边也有人在拉 就是两边一直拉 一直收 一直收 那个鱼都全部都上网了 那要拉多久啊大哥 很快了 很快了 很快哦 大哥 这样就是慢慢拉到后面 对 就跑在前面接力哦 往背这样一直拉 一直上拉 那个网就越来越见这样子 哦 这样哦 大哥 早期你们这样子一次多少人拉 两边差不多八个 两边八个哦 对 一边才四个耶 对 可是我们这边加起来大概有三四十个耶 因为哦 当初都是年轻嘛 对 我们慢慢来哦 就是年级比较大 人就要比较多了 所以今天只是纯粹娱乐 娱乐一家里 对 因为我们从小就靠这个吃饭 这个枪菇在奋斗 所以现在年级大哦 舍不得把它这个文化放掉 就继续蒸营下去 你这样拉手会不会痛啊 对啊 我手会不会皮了耶 我也差不多了 我皮很嫩耶 我的皮也是很嫩的啊 那你是哪里人 我是新竹人 哦 你新竹人哦 对 那你怎么会想说来这里看沟呢 因为没有吃过想试试看 感觉如何 感觉是很开心啊 很开心 没有做过的事 好热哦 你看那边那个鱼跳得很 都白白了有没有 那有什么鸟啊 再吃啊 海鸥 鱼越多鸟越多 拉快点哦 鱼被他吃光了 来来来 拉快点哦 鱼被吃光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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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有鱼耶 哦哦哦 小条了小条了 没有没有大条了 没有大条了 被大陆抓走了啦 被大陆抓走了啊 被大陆抓走了 哎 我看到了 小条小条了 哦 龙龙哦 这鱼是不是潮风之鱼了 哦 潮风之鱼啦 没有潮风之鱼被大陆抓走了 這樣喔 這個好長喔 大哥 這個這是什麼魚 這叫火梳 火梳喔 很好吃 很好吃喔 還有魚 麻將魚 還有一塊 麻將魚 麻將魚 小麻將 小麻將 麻將魚 今天煮到這樣分多分少 這個少啦 分少 今天這個風太大了 不太大了 今天是什麼風 北風 北風喔 北風 北風比較多不到魚啦 在附近這個千古的魚 它那個潮流很急 浪很大 魚就跑掉了 魚就跑掉了 對 它受不了嘛 所以如果這個潭州是要說 瓜蘭風 瓜蘭風 然後風平浪靜 就能補到大魚 對 對 對 一碗就幾千斤了 幾千斤喔 幾千斤喔 依照傳統 參加千古的不論是大人或是小孩 都可以獲得些許的魚貨作為工錢 不過 今天的魚貨不是太多 捕獲的這些小魚們 最後還是要放回大海喔 現在停收進來 這樣就要找 對 要找 你不是要找 那個四億年的活化石 因為今天風大 我們出去找了 找不到了 你到上面去問那個老漁民 他們比較知道 壁虎帶著滿滿的疑惑 到底這個四億年的活化石 是要去哪裡找呢 把我們嘴邊丟 你看 它鑽進去了 鑽進去了 那個小螃蟹 小螃蟹耶 你手這樣子 你關了它就會夾你的肉 好 金門還滿大了咧 整個沙灘喔 比我家的房間的那個地板喔 還平還要火咧 欸 前面 前面好像有老漁民耶 他們在挖什麼咧 會不會是挖地雷啊 啊耶啦 去看看 去看看 阿伯 嗨 阿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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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你在練鐵沙掌喔 對 看你鑽一直這樣 你在幹嘛 挖這個刷水 刷水 什麼刷水啊 花隔 花隔喔 喔 原來這個就是花隔 好漂亮喔 今年特別少 今年特別少喔 這樣還算少喔 喔 少啊 我 年紀大的時候 比較爛爛的 比較爛爛的 比較爛爛的就有了 我丟了 我是用鎖的 他們這個是用工具 用鎖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你插到以後 插到以後 你摸到這個 金掃吧 這樣喔 怎麼摸 你如果摸有 沒有 我還送了 是喔 怎麼有啦 你看 就有一個人 就比較小個人 欸 有了 我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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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了 阿伯 今天小了 我吃吃不飽啦 沒有啦 這太小 太小喔 想就要 這個 十元的銅板 那麼大才可以拿 要給十塊這麼大才可以吃喔 那你這要怎麼辦 你等一下 它自己 抓到 我們隨便丟 隨便丟 它自己會 鑽在洞裡面喔 喔你看 它鑽進去了 它鑽進去了 它鑽進去抓回到 沙灘裡面 欸 好像有喔 欸 大顆了 大顆了 阿伯 這個有十塊嗎 這個有十塊嗎 有啊 好爽喔 在這片金黃色的沙灘上 你可以輕鬆地發現花葛 不過剛才陳阿伯有說過 提醒不到十塊大小的花葛 記得還是要給它放回去喔 看看這些花葛的顏色和花紋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這個附近就比較多一點 這個附近比較多 是這種洞 喔 黑點喔 對 為什麼會有黑點啊 因為它要呼吸啊 喔 它要呼吸喔 當然它在沙子下面它要呼吸 我以為它不用呼吸耶 不要呼吸就死掉了 沙子裡面有空氣喔 對 那還要吃東西啊 直接黑點就是喔 就是這種有一個洞一個洞 喔 我拿這個我們小時候用的工具 小時候用的工具 這個喔 這是竹子做的菜刀耶 竹子做的菜刀耶 抓這樣子划 這樣喔 這樣喔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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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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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錯耶 冬天也有 可是冬天喔 花隔怕人 怕刮啦 怕刮喔 怕刮所以它會 鑽到沙的裡面很深很深 很深很深喔 你要刮都刮不容易刮 水漲槽的時候 它自己再慢慢刮出來喔 對 阿伯是你做什麼 他要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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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用這個 一般刮刮它就 一旁一旁 是喔 是 too 阿伯 你好 嘿 陳幸福 你安全不然一近 你皮 buscando什麼 有呀 你看看 好多喔 好多喔 你看 什麼都有耶 這個怎麼不同 這個 這個比較大顆 這是什麼 這也有蛤蜊 這也有蛤蜊 這就是文革 這個比較大顆 這文革喔 台北我吃了很多 這個小螃蟹 小螃蟹 你手這樣子 手這樣喔 不是彎彎的 要這樣子 它才會咬不到你 真的耶 要生這樣子 你彎了它就會夾你的肉 你看 你生子 這樣子喔 這樣子它就咬不到 這個等一下要再把它放下去 要把它放下去喔 這個台語叫做 刷蜆蜆 刷蜆蜆喔 對 刷蜆蜆 對 這個就是它的 爆軟耶 要生了耶 對 對 好多喔 這樣喔 很重耶 對啦 好像有挖到耶 對 有 今天體驗這一個 挖這個蛤蜊喔 好開心好爽喔 雖然有點累 但是好好玩喔 可以運動 對 我沒想到 這個體驗資源這麼多喔 大哥 對 酷喔 搬出這個秘密武器 果然不同凡響 但是我說壁虎啊 你可不是來這邊挖花閣的耶 不是應該來找那個活化石嗎 要親 大哥 你逃壁化蜆喔 你剛才跟我講 11年的活化石 要來這裡找 今天要問誰 要問這裡 問這裡阿伯 阿伯啊 你知道嗎 你沒話說 到古靈頭去就有了 古靈頭喔 對 那什麼地方 古靈頭在日本的西邊 西邊喔 對 比較吹到吹到 四一年的活化石喔 真的假的 太多了 來我們高二手 不可以縮紅喔 不可以 大哥 謝謝你喔 我希望我去那邊 不會再遇到你耶 對 他就很媚耶 好媚耶 謝謝阿伯 謝謝 謝謝 好青豆喔 要像一塊玉喔 可以透光喔 扎實耶 哇 這邊有一點啦 撞到四一年 四一年走了 金門這個地方 經歷了將近半個世紀的軍事管制 與烽火歲月 全島各地都充滿著捍衛家園的痕跡 現在我們就跟著壁虎 前往極具烽火情懷的古靈頭 繼續尋找四一年的活化石吧 阿伯哥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喔 聽說我們這裡的古靈頭 有一種四一年的活化石 你敢知道哪裡 知道啊 知道喔 在這裡而已 我住在那裡 你住在那裡嗎 你住在那裡嗎 要去哪裡去 你跟我們一起去嗎 從這邊啊 我們一起去好不好 可以啊 好 沒想到我們就快要親眼 看到這個四一年的活化石了 咦 那一隻隻的是什麼東西啊 那一隻隻的 這就是要找的花化石喔 不是不是 這個是石科 這個是石科 對 這是我們金門的石科 喔 啊這個就是科喔 台灣喔 中南部都沒有這樣的養殖方式耶 啊這個就是我們金門的石科林 大概有四百多年了 四百多年 那不就明朝嗎 對對對 相傳我們這個長老在講 就是說喔 大陸有一位私塾老師 私塾老師 對 他時常這個從大陸的澳頭 跟到古寧頭來這邊 啊忽然也就是在看到金門有這個廣闊的 遼闊的那個海灘啊 對 他都很適合養殖這個石科 就教導我們紀元來來養殖 目前在金門古寧頭的海灘 還看到數萬片的石柱 淋漓在沙灘間 從面積多達九百多公頃 除了是當地漁村重要的產業之外 也形成金門壯觀海岸景觀 吸引許多觀光客前來探訪喔 這裡有 有耶 有耶 對 啊 大哥 好輕鬥喔 就好像一塊玉 可以透光喔 啊好透明的喔 感覺很紮實耶 一定很好吃 有 這樣就好 A 先靠石頭A 靠石頭也好 靠石頭也好 欸大哥 我剛才走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條子 每次都八塊 這有特別設計嗎 有啊 這我們的祖先喔 一樓下來就是有三小梨 有什麼三小梨 不要四小梨 三小梨 這有特別設計 設計的時候 比較好保養 一一半面 啊這 這等於三小梨啊 啊這 三個拳頭 三個拳頭 我兩個而已耶 啊你這個比到大一點 我長大了喔 大哥我問你喔 啊這裡這一片這麼大 只有今天才有嘛 對不對 啊 為什麼這裡適合養這個 十顆啊 所以喔 這一次又 等東西 從我們這個 這個大陸的九龍江 九龍江 九龍江口下來 那浮游深入很多 啊所以它適合養這個 這個時刻 而且這裡的潮溪應該很大吧 對對 潮溪很大 那個沙灘兩破 那經過了這麼多年呢 它怎麼 你們是怎麼繼承下來的呢 我們這個代代相傳 一代傳一代 啊就是 就是都有固定的一個器 路上的那個田地一樣就是 就是有 啊可以擴大嗎 擴大可以但是 但是還是不要去侵占北人的土地 那個那個奇遇 欸 啊你直接點這麼洗喔 對點這麼洗啊 水要清洗啊 不然有一些浪土會垃圾在裡面啊 這樣喔 啊洗這個回去又拿去處理這次喔 對對對 要怎麼洗 這樣而已喔 欸 我來好嗎 好啊好 這樣喔 欸欸欸 等我大辣就好 大辣了嗎 欸欸 稍微淋水喔 欸欸 喔 阿大哥 我乾淨了 你洗嗎 這樣也乾淨了 欸 沒有啦大哥 你怎麼亂呢 我不是跟你說我要找 41年的花花石嗎 給你一個示範而已啊 我現在帶來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地方 哪裡啊 洪土段來這邊 那邊喔 對這樣子 放眼望過去 又是一大片的泥泥與沙灘 李大哥說這片灘地上 能夠發現這個41年的活化石 機率比較高 我們就趕快下去尋找看看吧 哇這邊有一個啦 有了嗎 有一隻啦 找到了 41年 找到了 哪裡哪裡 在這邊 我要找的 41年的活化石 原來就是荷喔 對對對 這個保育動物啊 先政府在民國88年 就發訂這邊是一個保護的保護區 這裡就是保護區喔 對對對 那麼珍貴喔 還要特地設立一個保護區喔 對對對 你不要拜託耶 你不要拜託耶 水幾波我找這麼小隻啊 這個季節就是這樣子 現在這個時候就是這個小 這個誘惑 哇 沒想到這就是我們在尋找的活化石啊 目前保護區並問明文規定禁止進入 但還是建議大家不要下去打擾後的生態喔 為了讓大家更清楚地遺讀這個小生物 我們來到了金門水寺所 這些看起來有點像是怪獸 或是山葉蟲之類的東西 但實際上這些外型怪異的蟲 個性可是相當的溫馴喔 大哥 為什麼你們要特別保護這些蟲呢 它有什麼經濟價值啊 是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蟲的數量越來越少 也快要在這個地球上面雪了 所以我們要保護它 在現在生物技術非常發達的時代 就是說發現都是蟲啊 它的這個等於是說血液 對於這種類毒素啊 就是說會有一種凝結的現象 那藉著這種機制呢 就是把它提煉變成檢驗試劑 它的蟲育的結果如何啊 我可以現在帶你去看我們蟲育的成果 小baby 小baby喔 在這邊 然後給你看 這邊就是喔 是 這就是厚寶寶 你看 喔 好小吃喔 恭喜恭喜 這次金門的任務啊 算是順利的完成囉 看到無論是漁民還是研究人員 都努力的為金門的海洋打拼奮鬥 相信這將會是金門令人難忘的記憶喔 這一次呢 被我來到金門戰地余鄉之旅呢 發現金門喔 不只是有戰地文化歷史 你發現呢 金門的海洋之間非常的多 不管是你買吃的看的 這都應有盡有 你一定要來這裡玩玩看喔 第三 拜拜 來到充滿人文歷史風情的金門 到底要怎麼玩呢 首先你可以到成功沙灘走走 體驗傳統語法與當地特色的千古樂趣 詳細資訊你可以向金門區域會洽詢喔 換個沙灘走走 可以來到上義海灘 踏在細緻的白沙上 可別就這樣走馬看花過去喔 請注意腳底下 說不定你還可以發現 許多美麗的金門花閣喔 再往西走一點 可以來到富有戰地色彩的古寧頭 這裡的沿岸你可以看見許多的石柱 可別以為來到了夢阿寶 這裡可是出產金門有名石柯的地方喔 有機會你一定要來到這裡走走 保證會讓你打開眼界的喔 來來來你看 現在這個叫做沙巴西辣 沙巴西辣是什麼意思 耳料有分動物性跟植物性 剛浮化的時候 它要找出它的開口耳料 餵魚的時候它的那個力道還蠻輕柔的 對有撇步的 你現在這樣子一直盯著它看你在做什麼 我在看它的骨骼 這招是目前在台灣最大頓位的一場 這個養生區我相信你最喜歡的 因為吃的最漂亮的地方 真的喔 真的 可以按一下 不需要 好好看 看看 感谢观看